一万个人当中只有一个是正常人 剩余的都是一种叫做兽的怪物 但你绝不能暴露自己 否则上一秒还对你含情默默的女孩 会在一瞬间变身为痴人的怪物 我叫高杨 此刻我真的如同一只带宰的高杨 今天我如同往常一样朝学校赶去 一个神经病突然从拐角冲了出来和我撞在一起 我还没来得及查看他的伤势 他就开始疯疯癫癫地朝我嘶吼 快跑 怪物 到处都是怪物 快跑 离开这 别相信任何 子弹贯穿男人的头颅 我的脸上也感觉到丝丝温热 随后有一大群警察冲了出来 他们告诉我这人是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疯子 十分危险 不对 绝不是这样的 刚刚我分明看到男人跑出的巷子里伸出一只不满灵天的大手 可当我越过警察去查看时 巷子里又变得空空荡荡 这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爷爷去世的那个夜晚 我隐约间也看到过怪物的影子和野兽的嘶吼声 那时候我还小 第二天起床后只是以为自己做了一个噩梦 一次是巧合 那么两次呢 无心学习 连老师提问的问题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这时我感觉到一只纤细的手指在我后背上画了一个半圆 老师 这题选C 班主任冷哼一声 考试的时候李薇薇也能告诉你答案吗 你们俩放学之后留下来打扫教室 李薇薇可以算得上我的青梅竹马 我们俩从光屁股弯到现在 她非常的温柔和善解人意 今天早上的事她也听说了 以为我是被精神病袭击而吓坏了 一个劲儿的安慰我 这个突然进来的女孩叫青灵 是薇薇最好的朋友 学校里有名的冰山美人 她说班主任在办公室等薇薇 让她赶快过去 就在薇薇离开教室后 青灵很罕见地与我搭讪 在我的印象里她很少在学校跟男生说话 听说你今天遇到了怪事 跟我说说那个精神病的事吧 我对这种怪力乱神的事情非常感兴趣 眼看她贴得越来越近 我急忙后退一步 怎么回事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青灵吗 她的动作越来越大胆 好在此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薇薇回来了 她并没有在办公室找到班主任 青灵说班主任可能走了 简单应付几句后就告辞离开 和薇薇收拾完教室 我心事重重地走在路上 一天之间整个世界变得有些陌生 我很想找个人倾诉一下 快到家的时候 我终于忍不住了 薇薇 我觉得我们身边有怪物 他们的手臂上长着青色的灵品 好像一直藏在暗处窥视着我们 我知道这话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但无论你遇到什么事都要保护好你自己 我信你 高阳 你说的手 是这种吗 我猛的意境 瞳孔中的薇薇在一瞬间变了模样 她抬起青色的手臂狠狠掐住我的桌子 高阳 谢谢你 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绝行者 我永远 永远不会忘记你 强烈的窒息感让我的意识都变得模糊 隐约间 我似乎看到一个散发着金光的六芒星 我拼尽全力地想要触碰它 因为这是我临死前唯一能做的挣扎 这是人类吗 人类的心血 人类的味道 太美了 太棒了 我感觉到李薇薇的手猛的意识 这是要发力的前兆 借此机会 我拼命地把手指往前移识 这是系统还是外挂 赶紧给我发动天赋啊 行李薇薇带用天赋 无法使用而护 早能解释 幸福隐藏 我快要死了 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偏偏是薇薇啊 就在我放弃之时 我感觉脖子上的力道猛然一松 李薇薇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她的后背上插着一把糖刀 来人竟然是清零 她猛地拔出刀刃 那把糖刀在她手中化为点点星光 这是魔法还是异能 什么都别问 立刻回家 附近的监控我已经破坏了 清零交代完几句简单的话后纵身一跃 几个翻腾间便失去了踪影 我避开家人偷偷溜进自己的卧室 只听窗户一声轻响 竟然是清零进来了 我心中有一万个问题想要问她 可她却让我闭上嘴巴 将我推倒在床上 接下来的一幕让我面红而视 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 在学校的时候她就在刻意挑逗我 这时清零往下一坐 你喜欢男人还是女人 这问的什么话 我当然是喜欢女人 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开始吧 我感觉到她的手指轻轻划过我的肚皮 就在我产生反应的那一刻 清零撇了我一眼后开始穿鞋 我更加疑惑了 怎么有人喜欢开车开一半的 清零一挥手 将藏在被子中的匕首召回 我吓了一跳 你刚刚不会是想杀了我吧 这取决于你 要是你刚刚没反应 那你就得死 兽是没有真正的生殖系统的 你今天遇到的就是一只圈兽 兽有很多种 这只是其中一种 它们善于伪装 往往就藏在我们的身边 随后它丢给我一瓶客笑药 说可以加速伤口愈合 有了药物的帮助 我不用再担心明天会被人看出破绽 心灵走后 我不断地思索它口中的兽到底是什么 还有今天觉醒的那个系统天赋有什么用 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 我又该如何应对明天警察的盘问 点击小图标看无删减漫画 全集剧情更香 城市中到处都是一种名为兽的物种 不仅如此 我的青梅竹马竟然也是个吃人的怪物 就在我目睹青林杀掉李薇薇后 我即将面对警察的盘问 果不其然 刚到教室老师就宣布了李薇薇昨晚上遇害了 看到青林表现出非常惊讶的样子 我也急忙做出一副伤心欲绝的模样 只有这样才能不被身边的兽看出破绽 可该来的总归要来 老师说警察已经在办公室等我和青林了 他们有一些话要例行询问 我快步追上青林小声说道 我们对一下口供 一会别说漏嘴了 谁知青林听完这话后露出惊恶的表情 甚至说要去警察那里举报我 有必要演得这么逼真吗 此时身边也没有别人 本以为青林是在演戏 没想到他真的当着警官的面举报我 前来调查的警官姓黄 他将我单独带进一个屋子询问 虽然我吃了青林的特效药 但脖子上还是有一些轻微的伤口 这当然逃不过黄警官的眼睛 当他问到这里时 我只说这是被蚊虫叮咬的 黄警官的态度比想象中的要好很多 之后问的也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问题 被我一一应付过去 最后他忽然俯身靠近我 昨晚你们直日后一起回家 为什么要在最后一段路的时候分开 我强忍心中的激动回答他 因为微微的家教很严 他家里人不想我们俩个走得太近 所以最后一段路他没有让我送 黄警官一摸下巴 是害怕你们早恋吗 这样也说得过去 之后便结束了这次问话 他懊恼地拍了一下脑门 路口的摄像头被破坏了 我们找不到任何有用的证据 这就像一起有预谋的犯罪 节哀顺变 今天的询问就到这里吧 晚上放学后 我参加了李微微的葬礼 这个跟我从小玩到大的女孩 竟然是那种叫做兽的生物 就在我伤感之时 清灵拉着我的胳膊就往外走 警察是怎么问你的 黄警官应该没有怀疑我 倒是你 早上嚷嚷着要举报我 是不是演得有点过了 清灵一鸣嘴 那是我的另一个人格 想在这个世界活下去 不仅要骗过身边的人 就连自己也要骗 久而久之我就有了第二人格 她是我的妹妹清灵 绝大部分时间是我 但有时候她会不听话跑出来 她的话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一时间我无法相信她 清灵似乎看出了这点 不屑地说道 你不相信我该相信谁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里每一万人中 只有一个是正常人 其余的都是兽 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这辈子接触的人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兽 你能遇到我是个极小概率的事 这话让我的脑海一片空白 我无法想象爸妈 还有妹妹都是那种吃人的兽 不对 如果我身边都是兽的话 那么我作为正常人早就死了 清灵继续为我揭开 这个世界的真相 在你没有察觉到他们的存在时 兽是不会伤害你的 他们只杀觉醒者 也就是像我们这种了解了真相的人 黄警官突然闯入了 我和清灵的聊天现场 你们说的兽是什么呀 一瞬间 我满头大汗 黄警官如果一直在门外偷听我们对话 现在的他只需要大喊一声 我们就会被外面一大群兽给撕成碎片 按照清灵刚才说的大部分人都是兽的话 其实我们逃到外面也没有任何作用 在这个世界里暴露身份就等同于死亡 这时黄警官也在缓缓靠近 怎么不说话了 不能听的吗 此时仿佛陷入了死局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余光中我已经看到清灵背后的手掌 开始凝聚那把糖刀了 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我们刚刚在聊一款名叫怪兽年代的游戏 微微生前很喜欢拉我一起玩 清灵急忙在一旁附和 对啊 我们在聊微微生前喜欢的东西 黄警官听后轻笑一声 年轻人啊 是要多珍惜玩游戏的时光 指不定哪天就没得玩了 直到目送他出门 我和清灵才敢大口喘气 这一关似乎是过了 别高兴得太早 现在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黄警官是一只吃兽 他已经怀疑我们了 刚才就是在试探 兽也是分种类的 李微微就是吃兽 这种兽贪婪嗜血 还有一种可能黄警官是一只吃兽 这种兽比较特殊 被称为迷失者 他们认为自己是人类 通常不会伤害觉醒者 在听到一些敏感的话题时 会自动修正大脑的逻辑和记忆 原来是这样 如果黄警官是吃兽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是安全的 清灵却打破了我的幻想 你想得太简单了 称兽对猎物极度渴望 能将觉醒者独吞就绝对不会分享 现在外边的灵堂里有一百多人 肯定不止一个称兽 黄警官很有可能是想吃毒食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现在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杀人灭孔 其实这种是我一开始是拒绝的 但如果他失败 我估计也活不了 于是我决定拼一把 清灵告诉我他在十年前觉醒 中间也认识过两个觉醒者 但后来他们都死了 不敢想象 清灵从八岁起就承担着如此大的生存压力 这时女孩猛的起身 准备好 黄警官下班了 我们跟随她来到一片僻静之处 灵动手前清灵才想起询问我的天赋 她说每个觉醒者都会觉醒天赋 我无奈地告诉她自己觉醒的是一个被动天赋叫幸运 这时脑海中的系统忽然出现 她提示我已经成功存活43个小时 获得了43点幸运值 幸运值可以用来强化基础属性 于是我顺手把所有幸运值消耗完 可身体却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个系统好像还有一些隐藏功能 但因为我积累的幸运值不够而隐藏了 这么一看我似乎是个酱油瓶 一点用处没有 不过清灵原本也没有指望我 她让我上去随便说点什么 分散黄警官的注意力 计划一切顺利 黄警官见到是我就准备停下来打招呼 忽然她好像听到了什么动静 整个人下意识地摸向腰间 小朋友你这是有备而来啊 如有一天 你发现与你朝夕相处的家人们 都是披着人皮的怪物 一旦被他们发现你是正常人 你就要亲手杀掉他们自保 在这样一个荒谬的世界中 你该如何生存 高阳不想死 但那个姓黄的警官疑似偷听到了 他和清灵谈论关于兽的事情 保险起见 两人只能选择杀人灭口 他们埋伏在黄警官下班的路上 高阳负责前去搭讪吸引他的注意力 清灵则是隐藏在暗处伺机偷袭 面对迎面袭来的飞刀 黄警官一个侧身便躲了过去 依靠手中的枪械 黄警官的身手丝毫不弱于清灵 两人的较量一时间陷入僵局 高阳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枪声万一吸引来别的兽 他们两个就完蛋了 高阳灵机一动 将脚下的沙子朝着黄警官的面门扫去 一时间他视线受阻 这一枪竟然没有将清灵逼退 女孩抓住这绝佳的时机 飞身踢向黄警官 只是他这一刀并没有下杀手 你不是撑兽 随后直接将糖刀收进一空间 黄警官有些意外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兽对自己的身体很自信 所以他们习惯用身体抵抗 只有人类才会选择自认为坚固的东西 如果你是圈兽 最后肯定会用双臂来抵挡我的攻击 而不是用枪 高阳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黄警官也是一名觉醒者 之后黄警官带着三人 走进铜锣小巷的一家小饭馆 他边吃边感叹 没想到我这辈子 还能跟两个觉醒者一起用餐 高阳下风了 黄警官 你怎么能在公共场合说这个 慌什么 饭店老板是迷失者 对于他不想听到的都会自动忽略的 随后他故意询问老板 刘大爷 你听见我们说什么了吗 老板一脸疑惑 你刚说啥了 是要品酒吗 这就是那种名为迷失者的兽吗 高阳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类兽 他有些疑惑地询问黄警官 看样子你早就知道我是觉醒者了 黄警官清灵了一口水 还记得那天你遇到的精神病吧 其实他也是觉醒者 天赋应该是能识别出周围的觉醒者 但他已经暴露了 还认出你的身份 我怕你会被连累 只能开枪射杀他让他解脱 此时正在闷头吃饭的清灵忽然询问 黄警官 说点关于天赋的事情吧 天赋信息在觉醒者的圈子里 也算是一个宝贵的情报 首先 人类一旦觉醒就会立刻拥有天赋 虽然天赋也可以后天领悟 但具体方法和规律不小 就以清灵同学的天赋举例 他应该是拥有序列号32的刀神 和序列20号的金属天赋 在刚刚对战的过程中 我观察到他能控制飞刀 这肯定是金属天赋 而在近身交战之时 他还有一手超强破坏力的刀法 这个肯定是刀神天赋 目前已拥有的信息显示天赋有199种 理论上越靠前的序列号越强 所以说我们的清灵同学非常有潜力 听完这话 高阳瞬间垂头丧气 他序列号199的幸运天赋岂不是垫底 清灵似乎很在意天赋信息 他向黄警官索要天赋序列表 黄警官的表情一冷 我可以把天赋序列50位以后的都告诉你们 甚至附赠一条极为重要的消息 但作为交换 你们要替我杀掉一个人 更准确地说 是帮我杀掉一只兽 我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 只要按我的指示做 我保证你们没有任何生命危险 倘若你们在任务中感知到危险 马上终止就是了 我们都是这个世界遗弃的孤儿 想要在备受包围的世界活下去 需要掌握更强大的天赋和有用的信息 高阳两人对视一眼 思索一会后决定接受这个任务 之后黄警官递来三张纸条 告诉两人明天晚自习后按顺序打开 遵照上面的指示行动就可以 两人先要换下身上的校服 清灵似乎对性别的认知非常薄弱 直接当着高阳的面开始换衣服 两人按照第一张纸条的指示 来到一处公园 纸条上标记的位置就在不远处的桥底下 这时清灵注意到公园里都是成双成对的小情侣 于是他立马让高阳也搂住他 只有这样两人才能融入这个环境 这便是清灵生活十几年来得到的经验 你的所作所为都要拥有正常的逻辑 一旦做出反常的事 就有可能引来受的际遇 第一张纸条写着 用金属天赋去青阳大桥底下找个东西 清灵发动金属天赋 他能感知到河里确实有一个金属物体 但距离有些远 他勾了勾手指让高阳过来抱住他 他尽可能地探出身子 全力发动自己的天赋 一个四方形的箱子缓缓从河里升起 没想到里边竟放着一个大家伙 发现陌生物品 是否消耗一个幸运点进行观测 在高阳同意后 这件物品的详细信息出现在脑海中 这是一支半自动反器材步枪 警官准备让我们杀谁 清灵没搭理他 而是拿出第二张纸条 下一步 开房 他还第一次带女同学去宾馆洗澡 不曾想对方压根没把自己当男人看 本来当高阳听到第二个任务是要去开房时 心里还有点窃喜 可作为童子鸡的他到现场时还是有点汗流加倍 宾馆老板是个头发稀疏的胖子 看到高阳带着一个美女过来后 立马递给他一个懂事的眼神 说现在只剩一个房间了 清灵根本不在乎这些 按照任务只是在五楼开了一间窗口朝南的房间 高阳 你竟然背着我偷偷来这种地方 身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王子凯是高阳的死党 一个有点中二的单身富二代 这段时间选择修学打游戏调整心态 本来他正在隔壁网吧熬战 不经意间看到高阳竟然领着清灵来开房 这就好比一起单身的好兄弟忽然抛弃你找了女朋友一样 王子凯现在的心态极度不平衡 但清灵的生存之道是不管做任何事都要符合逻辑 他可不管王子凯是怎么想的 一把抱住高阳的胳膊 说两人来酒店就是准备开房的 王子凯如遭雷击 他无法理解清灵这种笑话级别的美女是怎么看上自己好兄弟的 于是他只能劝说高阳 李薇薇的头气还没过 你这么做对得起他吗 此时清灵已经拿好了房卡 拉着高阳就往楼上走 眼下这种情况也没办法跟王子凯解释 只能回给他一个无奈的眼神 目送两人上楼后 王子凯立马找老板开了一间他们头顶的房间 自己都没脱单 好兄弟高阳一定不能赶在自己前面 另一边清灵已经在考虑善后问题了 王子凯看到了两人开房 很可能会在学校里传开 所以他们两个是情侣这件事一定要表现的毫无破绽 清灵霸气地拉过高阳 他先是让走廊的摄像头拍到两人接吻的画面 随后进入房间走了一遍小情侣都要经历的过程 当然过程可以省略 但一切痕迹都必须合理 当他看到高阳还有些害羞时 非常郑重地告诫他 你以前的生活已经不存在了 你必须快速适应新的规则 在这样的地狱里 你要抛弃没有意义的思考 要毫无廉耻地伪装自己 否则结局只有一个就是死 这是高阳人生中第一次感受水床 并且身旁还有一个大美女 设定好的闹钟较常响起 清灵非常迅速地把大炮架到窗口 高阳用配套的仪器测量好风速 黄警官在最后一张纸条上写着 六点沿江风光带二号观景台 杀我身边的女人 对准头或者心脏 虽然字数不多 可里边的信息量挺大 要杀的这个人他显然认识 之所以利用高阳他们下手 肯定是为了清洗自己的嫌疑 随着时间临近六点 八倍镜中也出现了黄警官两人的身影 高阳惊呼一声 这女人应该是黄警官的老婆吧 清灵丝毫不觉得意外 大概率他老婆已经怀疑他觉醒者的身份了 所以才借我们的手除掉他 高阳的情绪有些低沉 如果有一天自己的家人也开始怀疑他的身份 面对朝夕相处的父母和妹妹 他真的能下得去手吗 就在清灵开枪的一瞬间 一道人影忽然从上方落下挡住了子弹 定睛看去 王子凯已经没了气息 一根纤细的绳子 吊着他的尸体在空中来回摇摆 清灵也被这巧合的一幕惊得愣在原地 高阳急忙把王子凯的尸体抱回屋里 到底怎么回事 王子凯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时间回到半小时前 王子凯一边打游戏一边骂高阳这个二五仔重色轻牛 打着打着 突然感觉到有一丝丝的不对劲 按理说这栋宾馆属于老旧建筑并不隔音 可一整晚下边都没什么动静 再加上李薇薇刚死几天 高阳不会这么快就一亲别恋 那么真相就只有一个 这两个人一定在瞒着自己打排位 气急败坏的王子凯立马要下楼找他俩算账 他掏出绳子将一端固定在屋内 准备从窗户口下去给两人一个惊喜 不曾想刚下落就被清灵一枪打中了 此时已经能确定王子凯是一只兽了 受了这么重的伤还能吊着一口气不死 清灵掏出匕首就要补刀 称兽临死前战斗力会大幅增加 可高阳实在很不下心 清灵等一下 尸体放在这里我们脱不了干系的 而且你看他这么白痴 肯定是一个吃兽 我们能不能想办法救救他 清灵恨铁不成钢 万一他是称兽呢 他会在临死前把我们杀干净 清灵给了高阳新的选择 让他来补这一刀 跟过去做最后的割舍 接过这把刀的时候 高阳意识到以前的生活已经不存在了 要么被最亲近的人杀掉 要么杀掉最亲近的人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他最终决定下手 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两人小心翼翼地靠近猫眼 来人竟然是酒店老板 快开门 我也是觉醒者 里边发生的事情我都看见了 高阳下意识地看向清灵 女孩点了点头 如果他是瘦的话 应该直接冲进来了 可以相信他 胖子一进入房间就向王子凯跑去 他将手掌搭在王子凯的伤口处 天赋是序列45号的治疗 虽然我在每个房间里装了隐藏摄像头 但我可不是变态啊 我只是想观察这些兽到底是怎么回事 听完他的话 清灵意识到这个胖子竟然在救一只兽 立马把糖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胖骏急忙解释 他不能死在我的店里 否则我这酒店就麻烦大了 说不定他是一只吃兽 醒来就不记得了 高阳也在一旁劝说 清灵 让他救吧 我们房间如果死人的话 谁也跑不掉的 滚开 尸体可以后续清理 留一只兽的活口才是最大的隐患 见清灵执意要杀死王子凯 高阳不得不上前阻拦 清灵 我刚才想到一件事 兽在兽化之前 和我们的感情会不会是真的 那他们在一化之前就还是我们的亲人朋友 我想给我们一个机会 也给他一个机会 这些话根本撼动不了清灵的信念 他提刀朝王子凯砍去 就在这时 原本虚眼的房门被缓缓推开 店老板在每个房间都装了微型摄像头 但他并不是变态 而是为了观察兽的生活习惯 兽在没有一化前与正常人无异 他可以是你的亲人朋友 可一旦被他们发现 你了解了这个世界的真相 他们会在一瞬间化为兽将你分屎 就在清灵几人讨论 是否该彻底杀死王子凯时 房门却被缓缓打开 哎呀 406不是已经退房了吗 开门的是一位和蔼的宝洁阿姨 胖俊作为酒店老板自然也认出了他 何一 你看错了吧 这个房间的客人还没走呢 你先去打扫别的房间吧 不用管我们 同一时间 高阳满海中传来系统的提示音 60倍 高阳急忙询问这个特殊的增益是怎么回事 系统解释 幸运点会根据宿主当前的危险程度而增加 高阳瞬间反应过来 急忙把门口的胖俊往后拉 一道黑影将两人同时击飞 宝洁阿姨的身体已经开始产生异化 整整三个觉醒者呀 都是我了 一个也跑不了 清灵石刀与怪兽对峙 这一只兽比我见过的都要强 你们找机会赶紧跑 说吧 清灵开始与称兽缠斗在一起 他利用自己敏捷的身手绕到怪物身后 这突如其来的一刀堪堪划破怪物的皮肤 就被他用那双布满灵片的大手给钳之主 称兽眼中露出嗜血的目光 三个觉醒者的诱惑太大了 他根本不为死亡 利用清灵收刀的空打 称兽猛地扫出自己的尾巴 也还艰难地起身 他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有些疑问 似乎是闻到了觉醒者鲜血的味道 称兽的口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可他手上的攻势并没有停止 羔羊一个飞扑 带着清灵躲过了后续的攻击 但一味的躲避只是慢性死亡 屋子太小了 不可能躲过所有的攻击 另一名觉醒者胖骏早已被吓得不敢动的 眼下肯定是指望不上他了 再这样下去会被耗死的 这时他忽然撇到了一旁的洗地机 羔羊用力一拽 将已经通电的电线扯成两段 不远处的怪物已经将目标对准清灵 羔羊捡起地上掉落的堂刀 从背后插入怪物的手掌中 此时他手中还抓着一端电线 只要两者能接触 强大的电流会在数秒内让怪物丧失行动能力 可惜天不遂人怨 只差十公分两者就能接触 机会转瞬即逝 怪物也反应过来羔羊要搞小动作 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清灵勉强召唤出三把匕首射向怪物的手臂 趁受吃痛下意识地将羔羊甩飞 此时已经陷入绝境 清灵身受重伤 羔羊也被捏断一条手臂 两人均没有办法再阻碍怪物的行动 就这样结束了吗 羔羊很不甘心 就差那么一点点 差一点就可以将电流导入怪物体内 好不甘心啊 千钧一发之际 脑海中的系统突然出声 恭喜宿主在危险时刻坚持十分钟 此刻拥有八十点幸运值 幸运值满足需求 解锁隐藏面板 恭喜你领悟新天赋幻影 序列号排名65 一级幻影天赋 可以制造一个幻影分身 持续十秒钟 具备实体效果两秒 羔羊颤巍巍地站起身 终于来了一个有用的天赋了 自己出现在身边 他操控幻影按照刚才的步骤行动 只不过这次不再需要让两端直接接触 幻影拥有两秒钟的实体效果 人体也是可以作为导电介质存在的 电流在撑兽体内瞬间走完一圈 电火花伴随着焦臭味共同散发出来 怪物浑身焦黑 已经没有了反抗能力 羔羊手起刀落斩下怪物的头颅 终于结束了 胖骏施展易能为两人疗伤 虽然这家伙胆小如鼠 但这个治疗天赋非常好用 由于刚才的战斗胖剧没有出力 为了掩饰尴尬他开始大拍马屁 兄弟 你最后那一首幻影天赋太厉害了 话音刚落 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在角落响起 废话 我兄弟当然厉害 还用得着你说 王子凯不知何时已经醒了 他来到春兽的尸体旁边 这大姐到底是什么呀 一会儿是人一会儿是蜥蜥兽的 你们又是什么 异能者还是超级英雄 刚才打斗的场面太刺激了 我都以为是自己做梦了 空气瞬间安静 刚刚才跟一只撑兽大战一场 高阳几人本就身心俱疲 王子凯若是异化 恐怕几人都要命丧于此 胖君下的急忙退到后方 心灵的手中也开始凝聚堂刀 就在这时 高阳突然贴近王子凯 你其实是新人类 不瞒你了 其实我们是同一类人 为了对抗蜥蜥兽 身体多多少少都被改造过 王子凯 你是我们中最特殊的一个 是万里挑一的战士 是天命选中的少年 只不过你的能力还没有彻底觉醒 眼前这个中二少年神色明显一紧 你说的是真的吗 眼看王子凯手臂上的异化逐渐退去 高阳知道自己的忽悠大法起笑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以为我和清凌 真是来这里开房的吗 你错了 我表面上疏远你 是不想你的身份暴露 你是我们对抗蜥蜥兽的最后希望 在你没有成长起来时 我们要不顾一切地保护你 这番话说完 让王子凯这个中二少年的大脑彻底当机 十几年来建立的世界观随之崩塌 一个人蹲在角落里消化这些信息 白痴才会相信 不曾想王子凯突然冲上来抱住高阳 兄弟 从小到大我看谁都不顺眼 就看你顺眼 原来是命运的羁绊 让我们一同拯救世界 放心吧 我作为天命之子 一定不会辜负你们所做的一切 高阳几人对视一眼 在看向王子凯时 都有一种关爱智障儿童的目光 不过高阳害怕这个白痴出去乱说 急忙交代他 我们现在还是劣势的一方 身旁都是隐藏的蜥蜴人 一定要隐藏身份为所发育 事情终于告一段落 接下来要开始打扫凶案现场了 让朋友还上欠我的两百块 我硬生生把他从兽化的边缘拉了回来 在这个世界 身边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兽 为了活下去 你不得不向至亲之人挥下屠刀 由于不知道该如何上后 几人通知了黄警官赶来现场 刚才与之战斗的这只兽 是称兽中的杀法者 战力非常强 若不是老化的厉害 高阳几人恐怕要被团灭 高阳也是第一次听说称兽还有分类 于是他继续追问 黄警官给他解释 称兽有三种 分别是杀法者吞噬者和号角者 其中最恐怖的是号角者 因为这类兽战斗之时 会用特殊的声带通知 半径一公里内所有的兽 说完这些 黄警官缓缓起身 这里的战斗痕迹太明显了 要想彻底摆脱嫌疑 只有一个办法了 就在几人下楼后 黄警官一把火烧了胖郡的宾馆 天然气泄漏和电路老化 引发的火灾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随后清灵拉着高阳去学校 他们要装作完全不知情的样子 才能不被兽给盯上 临走之时 高阳特意叮嘱王子凯 这几天不要乱跑 好好待在家里疗养 千万不要被兽发现了 他救世主的身份 交代完这些 高阳忽然感觉到前方传来一阵杀气 哥哥 我全都发现了 我已经告诉了所有人 突然出现的小女孩 是高阳的妹妹高欣欣 她刚刚说的话 让两人冷汗直冒 黄警官刚刚才给他们 科普过号角者的能力 若真是按高欣欣所说 她已经通知了所有人 恐怕今天两人谁也逃不走 就在高阳两人准备拼死一搏时 高欣欣指着高阳的鼻子怒骂 你居然不经过我同意就找女朋友了 还到情趣酒店开房 我要发朋友圈 把你的丑事告诉所有人 让爸妈把你赶出家门 断绝关系 女孩的牢骚还没发完 就被高阳一把抢过手机删除了内容 原来是王子凯偷偷通知了高欣欣 让他堵在酒店门口抓奸 最终在高阳一顿大餐的诱惑下 高欣欣同意帮他保守秘密 第二天高阳刚到学校 就发现王子凯竟然来上课了 之前明明告诉他不要轻易露面的 按理说王子凯现在只信任高阳和清凌 应该不会违逆他们的安排 这样一想 恐怕是清凌把他喊挨的 高阳似乎想到了什么 快步朝王子凯追去 在高阳的询问下 王子凯说是清凌让他来学校给他做特训 高阳这下彻底明白了 清凌还是不想放过王子凯这只手 于是他拉着王子凯就准备离开天台 只可惜清凌此时已经拎着糖刀堵住了去路 两人都知道对方的目的 奈何谁也说不动谁 特别是清凌 根本不会让自己的生命掌控在一个兽的手中 他认为 只有彻底杀死王子凯才能保证 自己是觉醒者的信息不被透露出去 高阳根本不是清凌的对手 此时他只能讲出自己的猜测 企图打动清凌 他缓缓开口 虽然我只觉醒了几天 但我一直都在思考一件事 人类一旦觉醒就会本能地排斥疏远和防备所有的兽 这种行为其实会被除了迷失者以外的兽所察觉的 你之所以能活这么久 并不是因为你谨慎 而是因为你有第二人格 你可以跟所有的兽相处融洽 可当你跟我 跟黄警官还有胖君认识后 一切的情况就变了 我认为兽一直在留意和观察人类 如果一群联系紧密且毫无交集的人突然汇聚到一起 他们就有理由怀疑这些人是否觉醒 眼下我们不正是这种情况吗 所以王子凯不能杀 他可以降低我们道路的风险 只要把这个白痴迷失者带在身边 就不会引来其他兽的怀疑 我和你是因为微微的事才熟悉的 而王子凯又是我的朋友 我们三个走在一起合情合理 但如果你杀掉王子凯 我们的嫌疑可就太大了 清零缓缓收刀 这番长篇大论已经说服了他 女孩彻底放下了对王子凯的杀念 解决一堆所谢的小事后 高阳开始研究自己的系统 当前拥有二十点幸运点 天赋幸运也已经升到了二级 虽然遇到了那个叫合一的称授 但危险与收益是成正比的 高阳将剩余的幸运点继续加在幸运上 没想到在运气突破一百点后 其余的属性也都迎来一波增强 对比之前的属性面板 高阳觉得自己变强了很波 可在这样一个全是瘦的世界中 谁又能知道自己可以活多久呢 第二天 黄警官借着调查李薇薇事件 找上高阳两人 这次他是专门为了之前的暗杀任务来的 幸好这次任务失败了 否则他将陷入终生自责 原来就在前段时间 黄警官发现自己的老婆变得有些不对劲 奇怪的动静 他觉得自己的老婆好像开始怀疑他觉醒者的身份了 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 挣扎和犹豫许久 他还是决定对自己的老婆下杀手 好在是任务失败了 因为他老婆告诉他自己怀孕了 高阳眉头紧皱 瘦不是没有真正的生殖系统吗 怎么会怀孕 那生下来的孩子是觉醒者还是瘦 这些问题黄警官无法一一给出答案 他只知道 在听到老婆怀孕后 他第一反应不是震惊而是开心 昨天他想了一天 还是决定把孩子生出来 即使那是跟一只瘦的孩子 清零一脸震惊 他觉得黄警官是疯了 而高阳却能理解这种心情 如果换作是他 肯定也无法向自己的家人痛下杀手 哪怕他们都是瘦 人找来狙击手想要杀掉自己的老婆 幸好阴差阳错之下没有成功 否则他将暴汗终生 原来他的妻子已经怀有身孕 可是瘦是没有生殖系统的 黄警官是人类 他的妻子是一只瘦 没人知道他们生下的孩子会是什么 这就是异兽迷成的世界 充满了各种挑战人性的选择 黄警官最终选择了生下孩子 放弃杀掉自己老婆的计划 借助这次会面的机会 清零两人也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黄警官向他们介绍了 觉醒者的天赋是可以不断升级的 因为之前与清零有过交手 黄警官看出他的刀神 和自己的枪神天赋都处于三级 传闻天赋最高能升到八级 但升级方法是机密 黄警官按照规定不能外传 听到这话 高阳瞬间反应过来 黄警官一定加入了某个组织 老黄也没有反驳 本来也是打算给两人说这个事情 这个神秘组织聚集了很多觉醒者中的强者 黄警官因为太弱只算是边外人员 他向高阳两人发出邀请 三人组队前去参加组织的正式考核 只要能通过 就可以成为正式成员 不仅能获得如何升级天赋的方法 就连完整的天赋序列表也可以得到 一听到可以变强 清零当即替高阳做主 同意这次考核面试 就在黄警官通知组织 要准备考核面试的这两天里 高阳也遇到了一些琐碎的小事 某天夜里他遭遇了小时候的玩伴 万思思的跟踪 这个女孩和巍巍一样 也算得上是高阳的青梅竹马 小时候三个人经常一起玩耍 但因为有了前车之鉴 高阳对青梅竹马这丝的字格外害怕 两人去便利店喝了一杯奶茶 万思思主要是来安慰高阳的 这个女孩似乎格外害羞 和高阳说话的时候很少敢抬头看她 而且临走的时候 她还把高阳的杯子偷偷放进包里 这一幕让高阳冷汗直冒 因为她不知道万思思对她的迷恋 是人类的那种还是瘦的那种 与万思思分别后 胖俊又主动找上门 她说自己的手被咬了 身体好像出了问题 话音刚落 胖俊的手心长出一只眼睛 整个手臂也开始一滑 随后仿佛不受控制般掐住高阳的脖子 胖俊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手臂 眼看就要把高阳的头颅捏爆 好在王子凯及时赶到把高阳救了下来 胖俊痛苦地呐喊 让两人赶紧离开 她是真的没法控制自己的手臂 可王子凯根本听不进去 暴怒之下竟然让身体出现了局部的兽化 她的手臂变得无比粗壮 力气也大了很多 将胖俊那只紫色手臂给压在地上打 之后她猛地用力 硬生生捏爆了这只变异的手臂 胖俊哀嚎一声便昏迷过去 身体也恢复原样 目睹了这场战斗的高阳暗自心惊 按理说王子凯应该是兽中的迷失者 不擅长战斗 可今天他身上展现出的力量 比李威威和那个宝洁阿姨的都要强 好在这家伙头脑简单 真的以为自己是隐藏的就是主 随后两人将昏迷的胖俊带回王子凯的别墅 因为无法确定他身上出了什么状况 只能先这样把他绑起来 刚才胖俊的那只肉流手跟兽变身是很像 可他本人又是拥有治疗天赋的觉醒者 保险起见还是测试一下 两人找来一部只有男女主的动作片给胖俊看 事实证明他还是有反应的 那么胖俊目前看来还是人 之后他们通知了见多事广的黄警官来家里探查 胖俊说自己手臂出现变异 都是因为被一只白色的流浪猫给咬了一口 可黄警官却没有听说过类似的事件发生 就在众人一头雾水之时 他猛地拔枪朝胖俊射去 子弹穿过他的手掌却没有丝毫通通 而且那只手臂还会自动一滑 把子弹吐了出来 胖俊的这条手臂已经变成瘦了 说起来无比可笑 人类和兽竟然能共生于同一具身体内 几人做好约定 如果有一天 这个异化感染到了全身 他们就会亲手杀死胖俊 出来的路上 黄警官告诉高阳 组织的街头人曾说过 这个世界上不只有吃兽和吃兽 像王子凯和胖俊这种情况 对我们来说还都是谜团 只有得到更多的信息才能理解这个世界 随后他递来一张写有地名的纸条 是组织的面试开始了 就在今晚十二点 吃者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类的 可张大爷不知为何却在今晚发了点 为了让面试万无一失 高阳需要领悟新的天赋 抽取一次新天赋需要消耗三十幸运点 原本两天四十八小时是四十八点 可在被胖俊袭击的过程中收益翻倍 此时他拥有六十一点幸运点 高阳选择领悟新的天赋 但却领悟失败 无奈只好把所有幸运点都加运气 随后他来到门口拉开生锈的卷帘门 哗啦一声门开了 一名男青年正坐在屋子中央 身旁的街机屏幕来回播放着宣传动画 屋里的气氛透着诡异 伴随着卷帘门落下黄警官也走了进来 他对这名年轻人很客气 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面试官吴大海 清灵一仰手 一把堂刀出现在手中随之摆出战斗的架势 就在双方即将要动手时 黄警官微笑着说面试的内容不是打架而是打街机 高阳这才反应过来原来传说中地狱级的面试就只是打游戏 面试正式开始 黄警官和清灵选择的是对抗类的街机游戏 两人一胜一屏 决胜局只能靠高阳了 他来到一台老虎机面前 凭借自己的幸运天赋联营失局 第一轮考核就这么过了 面试结束后高阳一行人走在大街上 不远处传来苍老又沙哑的声音 一个衣服破烂的老头出现在高阳一行人眼前 吴大海说他叫张大爷 一直在这附近捡破烂 他也是一只兽 几人说话间 原本一脸和气的大爷脑袋意外 宛如一根被折断的筷子 嘴里还不停喊着人类人类 那是野兽对食物的疯狂渴望 短短半分钟张大爷就从一个人变成一朵畸形的食人花 一只藤条抓住吴大海 眼看他就要沦为食物 清灵划过一道灵力的刀光率先出手将四周的藤条掌握 此时的张大爷已经变成一种介于人和动物之间的东西 不断从口中发出饥渴又狂怒的声音 没有战斗天赋的羔羊也加入了战斗 但面对已经受化的张大爷 即便是拥有刀神天赋的清灵和枪神天赋的皇教官还是很棘手 张大爷授画后触手有二十多根且每根都无比坚韧 羔羊使用天赋幻影像已经授画的张大爷跑去 抬手甩出一把剪刀 插在张大爷变成肉流的脑部 强烈的痛感让他发出阵阵惨叫 所有触手自动护主 几人也看出了他的弱点 清灵和皇警官都发动自己的天赋全力进攻 刀神天赋和枪神天赋虽然都是顶级天赋 但都属于短时间高爆发不能长久 必须要速战速决 长时间的战斗导致清灵和皇警官速度都慢下来了 清灵用灵巧的身法躲过兽的攻击 却忽视了那些被砍掉的触手 他们以极快的速度往回游 瞬间就缠在清灵身上 触手一个发力将清灵甩出数十米 女孩忍着剧痛五指猛然张开大喊一声金属 闪着寒光的糖刀静直插进了张大爷的头部 但二级金属天赋的力量还是有限 被张大爷用触手给拔出来了 但都无济于事 不远处的高阳看到清灵被抓住 急忙举起棍子冲向张大爷 可还没等他接近 一根触手就缠住了他的小腿 触手用力一拉高阳也被拖向了张大爷的本体 马上就要变成养料 就在这一瞬间 皇警官出现抓住了高阳 他不愧是有枪神天赋的人 碧莉镜和兽化的张大爷不相上下 此时局面越发被动 高阳的幻影天赋还在冷却中 他进入系统界面查看 没想到处于危险的环境下 幸运点又积攒了30点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再次领悟天赋 一道优美的系统生传来 高阳成功领悟序列号18的复制天赋 只要触碰对方身体一秒 就可以复制序列号30以上的任何天赋 他不顾一切地奔向清灵 只要触摸到他的身体 就可以复制女孩强大的异能 虽然情急之下触碰的位置不太礼貌 可也成功复制了他的三级刀神天赋 他一个划铲捡起清灵被打落的堂刀 握住刀身的一瞬间 大量用刀的经验涌入脑海 此刻他的动作记忆和经验直觉都达到了巅峰 一道白光闪过 江大爷化为的异兽瞬间静止 解决完兽之后 清灵直接将刀架在高阳的脖子上 不是因为他刚才摸了不该摸的地方 而是他忽然用出的刀神天赋 他以为高阳心怀不轨故意隐藏实力 高阳也急忙解释 这是自己刚在战斗中领悟的新天赋复制 黄警官上前打圆场 突然领悟天赋是存在的 而且确实有复制这个天赋 序列号好像还很靠前 解除误会后三人看向吴大海 这下我们算是通过测试了吧 谁知吴大海也一头雾水 这只兽根本不是他安排的 张大爷忽然受话的原因他也不知道 随后他甩了甩手 让三人赶紧清理一下现场 至于第二轮测试组织会自行安排时间 就在坐车回去的路上 高阳突然接到妹妹的电话 高欣欣的声音带着哭腔 哥快回家家里出事了 要五口一夜之间全部离奇身死 等被人们发现时 早已变成残缺不全的零件 接到妹妹电话的高阳赶到医院 高欣欣见到哥哥 必把抱着他哭了起来 父亲出了车祸 以后可能要一辈子坐轮椅了 唯一的好消息是 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期 知道父亲没事以后 高阳让母亲和妹妹先回去 留他自己在这照顾 家人回去后 高阳的视线里出现了一杯热咖啡 来人是他父亲的主治医生 医生过分热情的态度 让高阳察觉到异常 不知面前的医生是人还是瘦 说话间他也与医生拉开了距离 男人也察觉到了高阳的疏远 故意把手放在他的肩上 你是在害怕我是瘦吗 高阳吓得直接使用分身天赋 跟他拉开距离 强装镇定地询问他的身份 虽然经历过多次瘦的袭击 可他还是无法分出人和瘦的区别 此时医生看向高阳 原本棕色的眼睛正泛着红光 我叫白里格 觉醒者 天赋红眼 序列号131 人和瘦的体温不同 有着细微的差异 我的天赋一眼就能区分出来 面对如此特殊的天赋 高阳自然不会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他很想知道 每天生活在一起的家人是人还是瘦 面对这个问题 白里格说出了违反规定四个字 看来他也是来自某个组织 随着夜色渐渐淡去 医生也到了下班时间 临走前留给高阳一句话 即便这个世界是虚假的 但爱是真的 吃贪称望生死皆虚无 人生苦短 不过大梦一场 第二天高阳照常扮演学生的身份 这时万思思忽然跑过来说 晚上过生日想让他去参加生日聚会 一想到父亲还在昏迷 高阳本想拒绝他 可坐在一旁的清灵却率先开口 替他答应下来 平时一向独来独往的清灵竟答应了 这令高阳一脸诧异 万思思也露出开心的笑容 约定好周六下午两点在乐宝地碰面 他走后 清灵掏出一张卡片 这是他今天下午收到的 上边有第二轮测试地点 万思思的生日聚会正好就在那里 转眼来到第二天 高阳感到是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就位 清灵坐在墙角的沙发上 依然是那副高冷的姿态 今晚万思思的打扮也是花了一番心思 改变平时乖乖女的形象 蓬松的头发搭配清凉的碎花连衣裙 任谁看了都会夸奖几句 高阳带着路上买好的蛋糕走到他面前 小思生日快乐 今天穿得真漂亮 万思思接过蛋糕刚想说什么 一道声音传来 哟 你终于来了 还以为你不来了 迟到这么久给大家唱首歌吧 高阳回头看去 牛轩也来了 这家伙也是个公子哥 听说他对万思思有意思 看来是今晚女孩对高阳的态度 让他心生不满 牛轩知道他不会唱歌 故意要他难堪 此话一出包厢里所有同学都围了过来 纷纷当起了吃瓜群众 高阳也知道自己唱歌不好听 本想着稀释宁人丢脸就丢脸了 况且还有面试任务 但面对牛轩的咄咄逼人实在忍无可忍 叮咚一声进入系统 现在一共有30个幸运点 系统提示他 魅力对声音领域的天赋有加持作用 于是他将所有幸运点全部加到魅力上 现在整体属性中魅力值达到了最高 有了魅力点的加成 加上高阳全身心的投入 一开口就让在场的女生投来惊艳的目光 虽然他现在的演唱水平还达不到专业水准 但在业余中还是很优秀的 牛轩眼看计划不成 就打算和高阳比完头子 规则很简单 比大小 输得呵 这完全触碰到了高阳的专业领域 在幸运天赋的加持下 高阳每把都摇出很大的点数 接连的打击让牛轩恼羞成怒 挥舞着拳头开始击打高阳 高阳挨了一拳并不生气 他看向万思思 让他组织同学们先撤 自己留下来看着最久的牛轩 等到同学们都走出包间后 高阳仍旧没有动用武力 而是耐心的提醒牛轩 大家都是同学一场 没必要弄得太难看 谁知这话进一步激怒了牛轩 他揪着高阳的衣领幕后 你都跟青龄好伤了 还来参加万思思的聚会 你小子什么意思 这时门外打扮清凉的服务生 小姐姐也赶忙上前劝架 可不知好歹的牛轩反手 就要朝女孩删过去 看起来若不禁风的女孩 只是随手一拳就将牛轩打飞 他看向高阳 你好 我是十二生肖组织的白兔 你们第二次测试的考官就是我 至于他 便是你们的考题 第二次测试任务 杀死迷失者 高阳惊讶地看向把匕首递给自己的兔女王 大脑已经在飞速运转了 而青龄却不管那么多 直接召唤出匕首 这么简单的任务 你确定只要杀了他就能加入组织吗 白兔在一旁诱导 不管你用什么手段 只要杀了他就可以 不用担心善后工作 组织会帮你们搞定一切 于是青龄不再犹豫 狠狠将匕首压了下去 可高阳忽然冲了过来 一把抓住青龄的手腕 我不明白 为什么要杀他 他并没有兽化 我们杀了他不是在增加暴露的风险吗 杀兽不需要理由 而且组织需要杀法果断的强者 不需要会对兽产生同情怜悯的废物 当然 如果你不想杀这一只 去杀万思思怎么样 他好像对你还有点意思 高阳犹豫了 他真害怕这个考官改变事体 要不然就趁着牛轩昏迷给他个痛快吧 这个念头刚一冒出就被高阳否定 回想白兔刚才说的话 他明确指出要杀死迷失者 为什么不是杀死一只兽 他的兽是有区别的 既然认知上存在区别对待 这个组织对迷失者和称兽的处理方式肯定不一样 这项测试恐怕也是个陷阱 这个组织大概率是要不滥杀迷失者的觉醒者 想通了一这点 他郑重地看向清灵 别冲动 这个测试是陷阱 我们不能杀迷失者 白兔瞥了他一眼后看向清灵 那小子出局了 每人只有一次机会 错过了就再也无法加入组织 你的选择是什么呢 清灵第一次感觉到迷茫 迷失者到底能不能杀 他转头看向高阳 跟这个男孩相处的过程中 他的性格也有很大的感念 随后他坚定地点了点头 我不杀 白兔轻叹一声 可惜啊 你们两个的素质挺不错的 天赋序列也很靠前 希望你们能活得久一点吧 眼看两人没有反悔的意思 白兔直接卸下伪装 恭喜你们 通过了第二轮测试 第二生肖组织有三条规定 第一绝不主动击杀人类 第二绝不主动杀迷失者 以及最后一点 不能搞办公室练情 高阳和清零通过第二次测试后 只差林门一角便可成为组织的正式成员 白兔公布了最后一轮测试 在青山区找到这把钥匙的门 然后进去拿回一样东西 他提醒两人这次的任务与众不同 他们需要万分小心 否则会有丧命的危险 三天后 黄警官也通过了第二轮测试 三人组成小队一同前往青山区 因为吴大海偷偷提醒过黄警官 说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 暗示他可以带点帮手 于是他通知了胖骏和王子凯一起前来帮忙 那把钥匙的房门很好确定 因为青山区现在还没有拆迁的老宅只剩一座 而这座宅子就位于远近闻名的谷家村 谷家村出的并不是好名声 三十年前这里曾发生了一起灭门惨案 一家五口在一夜之间全部惨死 凶手极其残忍 将被害者的零件抛洒在谷家村的各个角落 更离奇的是 案发半个月后 谷家村整整53号人禁数消失 种种的一切都暗示着这个村子的滚意 果然就在几人进入老宅后 院子内的古井开始发出圣人的响声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无数发丝从井里涌了出来 胖骏最先崩溃 大喊一声有鬼转身就跑 这举动似乎刺激到了井中的黑发 率先向胖骏发动袭击 王子凯这人能处 有事他是真伤 只见他手臂上青筋抱起 半兽化的王子凯一把抱住胖骏 将他从井口拉了出来 随后羔羊几人也加入战场 可这些发丝软而无形 不管是刀刃还是手枪 都很难对他产生伤害 双方僵持了一会儿 黑发猛地掉头 突然插入大地之内 伴随着一阵天崩地裂的轰鸣声 地面竟然塌陷了 当羔羊再度恢复意识 发现四周的环境已经发生改变 身旁立着的石碑提醒他 这里是补家村村口 事情变得有些诡异了 刚才大家明明是掉入地底 而且进村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 现在一下子又变成白天 青灵也掏出手机查看 发现上边的时间并没有改变 现在还是傍晚的时间 只可惜这里没有信号 正在两人疑惑之时 一个叼着烟杆的老头上前搭话 两位也是前来吊咽的吧 他们在祠堂 华子一家死得真惨啊 活生生的五口人一晚上就给弄碎了 整个村子撒得都是 华子脑袋就处在村口的那块石碑上 羔羊将目光挪到石碑上 上边的鲜血还清晰可见 青灵也反应过来 老者刚才讲述的惨案 不正是进村前黄警官给大家讲过的 三十年前的面门惨案吗 这么看来 他们似乎是来到了三十年前 看着村子里人声鼎飞的葬礼现场 羔羊更加确定了这个猜想 在村子里逛了一回 小队人员再次聚齐 他们发现整个村子似乎被一层结结包围 根本走不出古家村 第三阶段的考核任务也显而易见 羔羊几人需要查清三十年前的面门惨案 和离奇消失的古家村村民 几人凭借黄警官的证件成功混入吊咽现场 祠堂里高鹏满座好不热闹 羔羊领了三炷香上前吊咽 他注意到那张遗照上只有四个人 新闻上可是明确说过 古家村遇害的这家是五口人 这点黄警官知道 来之前他看过详细的卷宗 家主古辉华五十四岁 老婆几年前就去世了 遗照上是他的大儿子古春秀和两个小儿子 遗照上缺失那个人是古家的儿媳妇 他嫁过来的那晚正是案发时间 而且这个新娘的资料根本查不到 古家人的零件被撒在村子的各个角落 法医花了两天时间才把尸体拼好 的确是四具男尸和一具女尸 只是女尸的身体缺少了头部 讲完这些细节 流水洗也开始了 各类菜肴从后厨端了上来 高羊没心思吃饭 案情不合理的地方太多了 凶手一个晚上就杀害五口人 还能处理成碎片洒满村子 他是怎么办到的 而之后的古家村又是因为什么才消失的 王子凯可不管这些 一边吃还一边反问众人怎么不动筷子 几人面面相去 高羊无奈地提醒他 王子凯 也就你敢吃这些菜了 就在这一瞬间 王子凯似乎也想到了某些电影里的桥段 他一阵干呕将刚刚吃下的饭菜吐了出来 黄警官就坐在他旁边 赶忙帮他敲打后背 匆匆一撇尖 不由地惊呼一声 王子凯吐出的食物竟然是几条白色的虫子 此时在环顾四周 哪有什么美味菜肴 饭桌上摆着的都是一盘盘的污秽之物 一位大妈似乎发现了这边的异常 站起身询问几人 是不是饭菜不合胃口 这些村民死气沉沉 对食物也没有丝毫反应 必须要尽快破案离开这里 要想弄清楚这起尘封三十年的悬案 只能从案发现场着手调查了 结果死人席的都知道 不管你面前的饭菜有多诱人都不能吃 因为这些饭菜是做给死人吃的 活人眼里的一盘烧鸡 其本体很有可能只是一盘残勇刺身 离开死人席后 高阳一行人赶到案发现场寻找线索 从遗留的现场可以看出 屋里发生过剧烈的打斗痕迹 黄警官记得当年的卷宗上有这么一条记录 当时有个非常出名的痕迹专家前来勘查过现场 他说自己从未见过这么大的出血量 就像一个力大无穷的人在一瞬间将人体捏爆 高阳若有所思 这不正是兽的战斗手法吗 黄警官也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目前已知的兽有四种类型 称兽和吃兽自然不用多说 之前大家都遇到过 另外两种兽则是贪兽和妄兽 贪兽被称为童话者 他们可以通过寄生之类的方式同化成人类 而妄兽则被称为观察者 这类兽非常神秘 流传出的资料也很少 清零清浮下巴 若是能知道这只兽的种类 我们就能有针对性地对付它 这时高阳也补充了自己的猜想 或许有一种可能 灭门惨案的凶手就是其中一种我们不太了解的兽 这个虚幻的空间也是它制造出来的 如果是这样 几人只需要找出这只兽并杀了它 就能离开谷家村 几人正说话间 早上他们遇到的老者找上门来 谷四爷是特意来找警察的 早上人多眼杂 有些事情他不好开口 据他自己说 被害的华子一家对他有恩情 他非常希望警察能调查出凶手 谷四爷提供了一条线索 凶案发生当晚 华子一家被拆成零件丢得到处都是 可是他清楚地记得 那一碗村子的狗非常安静 若是外乡人犯案 村里的狗早就叫得不停了 只有一个原因 凶手是本村人 可华子一家与人为善 谷四爷实在想不出谁会干这种事 说到这里 谷四爷的情绪也有些激动 警察同志 话音刚落 在场所有人面色巨变 老者的手臂在瞬间受划 好在谷四爷似乎对身体的变化浑然不知 一边念叨着华子一家死得好惨 一边转身离去 有受划迹象却没有抱走 又是众人无法理解的一个现象 没有继续纠结 高阳问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在现实中 华子一家死后 村民们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黄警官一愣 卷中记载的是调宴之后 也就是说明天 高阳点了点头 大家先休息一会儿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需要确认 等到晚上十一点 高阳叫醒了熟睡中的几人 他拎上一把铁锹走在前方 只要挖开墓穴 高阳的猜想就能得到验证 开关的一瞬间 众人愣在原地 墓穴里是五具腐朽的骨骼 可是按照幻境里的时间 华子一家才死了几天 尸骨根本不可能变成这样 高阳也不再打雅尼 缓缓道出自己的猜想 我们根本不是来到了幻境 这里才是真正的谷家村 三十年前消失的不是谷家村的村民 古井村都被转移到了这个领域内 现实世界的谷家村 是一个类似房品的存在 这里的时间线距离案发 只有短短半个月 可房屋和家具 都像是很久没人住了一样 还有谷四爷的身体 他靠近我 使我能清晰地感知到 他的身体早已衰老腐败 全靠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活着 如果没猜错的话 谷家村一直在上演重复 在这个特殊的领域中 建筑物品以及所有村民 都遵循时间的流逝 只是村民的行为和认知 一直在重复 凶手灭门到村民吊咽 然后是下葬再回到灭门开始 他们重复这些过程 重复了三十年 只要能抓住事件 重复的起始时间点 我们也就能找到出去的办法 就在这时 不远处传来阵阵嘈杂的响声 是村民们到了 他们此刻的状态有点不正常 开始朝着羔羊几人包围 这是他也意识到 重复的终点 就是下葬后的那个夜晚 而终点连接的起点 正是新婚之夜 灭门惨案发生的时间 华子一家根本不是被一只兽杀害的 他们是被全村的兽给分食的 羔羊小队正好有五人 这不是恰好对应了华子家的人数 门外这群兽恐怕就是来灭门的 这细思极恐的小细节 让众人开始慌乱起来 此刻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要么杀光所有的兽 要么就是死 小山村的一家五口人被残忍杀害 身体的零件被洒满了整个村子 而凶手竟然是古家村所有的村民 解开谜底的羔羊一行人 也成为古家村村民围剿的对象 黄警官率先出手 清灵也召唤出唐刀上前拼杀 几人根本没有退路 王子凯愣在原地 他的双手发抖 我是在害怕吗 不行 高阳说过 老子可是救世主啊 王子凯的手臂再一次兽化 他一马当先冲进兽群 半兽化的身躯带给他强大的力量 与他交手的村民大都不是他一和之敌 可门外的怪物实在太多了 王子凯坚守在同伴的最前方 独自一人扛下了大部分的压力 这一过程中他或多或少也会增添一些伤势 可王子凯不能后退 身后的高阳几人即便只需要面对少量的手 仍旧被打得伤痕累累 好在有胖郡的治疗天赋 形势才逐渐稳定下来 每个人都有着心底的牵挂 他们要活着出去 可场内的形势逐渐恶劣 竟然出现了一头杀法者 这是称授中战力最强大的一种 眼前这头比当初的合一更加强壮 清灵还想从高处偷袭 却被杀法者一个甩尾打飞出去 黄警官急忙发动枪神天赋 瞄准杀法者的眼睛 可怪物只是倾抬手臂 就把黄警官的攻击格挡下来 随后更是弃身上前 给了他重重一击 高阳趁此机会 将手中的匕首狠狠插入怪兽的后背 可怪物的灵片实在太厚了 即便他发动了幻影天赋一起用力 也只堪堪刺破表皮 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杀法者 他调转身形 准备先解决掉高阳 清灵和黄警官此时都来不及支援 高阳也放弃了 生命似乎已经走到了终点 忽然 一缕缕温热的液体溅到他的领夹上 王子凯出现在他面前 挡下了杀法者的致命一击 代价则是被收的青色大手贯穿胸膛 随后他猛地发力 将杀法者头颅直接扯下 几人下意识地环顾四周 村民所化的兽都已经被解决了 高阳急忙上前抱住脱力的王子凯 他虚弱地向高阳吐槽 兄弟 我这次好像玩脱了 真是太low了 拿着天选救世主的剧本都能搞砸 不行了兄弟 我要睡一会了 高阳的情绪失控了 他大叫着让胖骏赶紧过来使用治疗天赋 可王子凯的伤口太大了 以胖骏的能力根本无法让他愈合 胖骏一边道歉一边说着自己做不到 高阳却不愿意放开这根最后的稻草 他不停地哀求胖骏不要停 再试一试 黄警官上前按住他的肩膀 高阳 别这样 他已经死了 胖骏是就不回来的 听闻死话 高阳如遭雷击 在别人眼里 王子凯可能是一个半人半兽的异类 可能会在某一天全身兽化变成吃人的怪物 可在高阳眼中 他自始至终都是自己的兄弟 从没有做过伤害自己的事 他一直都是曾经那个中二少年 在为自己挡下致命一击的时候 他还坚信自己是高阳口中的救世主 不会轻易死去 可生活终将要回归现实 高阳知道这场扮演游戏终于结束了 他不停地告诉自己 王子凯不过是一个扮演人类的迷失者罢 自己没有必要伤心难过 可为什么 心口还是传来阵阵脚痛 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 因打断了高阳的悲伤 警告 你正面临极度危险的处境 幸运点收益增幅至一千倍 高阳急忙起身 快跑 还有一个极其强大的东西在我们身边 几人快速跑出院子 可还没走多远 就被地下冒出的发丝挡住了去路 发丝越聚越多 逐渐在天上凝聚出一个人头 这种级别的怪物 哪怕是几人全盛时期都不一定能解决 别说现在淡尽粮绝的状态 高阳看向黄警官 十二生肖组织知道这里的情况吗 老黄的眼中失去了神采 只怕是知道才叫我们来的 高阳怒骂一声 这根本不是考核 而是拿我们当炮灰探路 说话间 发丝已经卷起胖菌 紧接着是黄警官和高阳 唯有清灵能依仗手中的利刃与发丝缠斗一会儿 战斗中 清灵发现这些发丝可以不断再生 恐怕那怪物的头骨才是他的弱点所在 没一会清灵也被发丝束缚 骷髅头对清灵格外感兴趣 口中不停地嘶吼着好美的头发 趁此机会 清灵发动金属天赋 他隔空操控常见刺向骷髅头 可两者接触的一瞬间 竟传来金属娇明之声 这怪物的头骨也无比坚韧 全身上下似乎没有弱点可言 这不痛不痒的一击让骷髅头大怒 他操控发丝汇聚成尖锥朝清灵刺取 高阳急忙进入系统查看自己的幸运点数 所剩的71点幸运点全部用来抽奖 终于又解锁了一项天赋 火焰 序列号26 符文种类元素 一级火焰可通过双手召唤 最高温度280摄氏度 烧伤范围直径1米 高阳急忙发动火焰天赋 这招对骷髅怪物的伤害很大 束缚清灵几人的发丝纷纷松开 高阳赶忙接住重伤的清灵 本以为拥有火焰天赋后能来到自己的主场 可怪物的强大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人化为诡异后仍旧热衷于打理自己的秀发 哪怕是干尸头上半腐朽的头发 他都要耗一把放在自己的脑袋上 若是碰上长发女孩误入自己的村子 下场更是凄惨 高阳本以为觉醒的火焰天赋能克制这个骷髅头 可没想到怪物的头骨根本不怕高温焚烧 高阳自己反而被发柱穿堂而过 就在这绝境之时 天空忽然开始飘荡起黑色的羽毛 一名带着奇怪面具的男子凭空出现 他双指并怒 口中大喝一声切割 怪物坚韧的发丝像豆腐一样被轻易切开 男人解开面具自我介绍 他是十二生肖组织的天狗 而在另一个方向 一个窈窕的身影正朝着怪物急速行驶 高阳认出这是给自己发布任务的白兔 女孩轻轻一跃便追上骷髅头 手中的棒球棍用力挥下 原本凌空飘荡的骷髅头一下子被打入地面 这时吴大海也姗姗来迟 只见他轻轻打了一个响指 酒店之上凭空凝聚处一道雷电劈向骷髅头 接二连三的打击将骷髅头彻底击碎 头骨化为白烟缓缓消散 在原地留下一枚玉佩模样的物品 得到这件物品吴大海看起来很开心 这怪物身上果然有符文回路 白兔一边把治疗药剂打进清零体内 一边催促吴大海先别管符文回路 赶紧救治伤员 天狗指向屋内 里边有个快死的 吴大海无所谓的说道 那是只吃兽不用管 高杨无比焦急 拉着吴大海的裤腿虚弱的哀求 那不是瘦 他是我的朋友 就他 吴大海一看高杨这副快要去世的模样 急忙大喊 蒙小杨快来 这边这个快不行了 当高杨从昏迷中醒来时 就看到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在给自己治疗 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伤口一点都不同了 这可比胖骏的治疗术强大太多了 他好奇地询问小女孩的身份 女孩甜甜一笑 介绍自己是十二生肖的蒙羊 大家都喜欢叫他蒙小杨 高杨夸赞蒙小杨的治疗术真厉害 女孩却解释自己这不是治疗术 而是把高杨的伤势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一旁的白兔给他解释 蒙小杨的天赋是序列号24的伤害转移 可以把别人的伤害转移到自己体内 不过必须在目标受伤的半个小时内 他紧接着说道 别看我们小杨年龄不大 但他目前可以吸收的伤害量 足够高杨死上十次 随后他溺爱地摸了摸小杨的脑袋 已经可以了 快去找死猪叔叔 跟随着蒙小杨的视角转动 高杨看到不远处还坐着一个体型庞大的男人 看到蒙小杨过来 他立马张开手掌 白兔继续给高杨科普 蒙杨在转移伤员的伤势后 会把这些伤势转移给组织另一位大佬死猪 他的天赋是序列号47的自语 以他现在的能力 普通人想要拿刀砍死他 恐怕自己会先累死 仅凭这一场战斗 高杨就看出了十二生肖组织的强大 他们拥有一套完整的战斗模式 他们这群散兵游泳根本没法比 高杨急忙询问王子凯的情况 有十二生肖在说不定能救活他 白兔的面色有些古怪 你这位朋友用不着救 他天赋一比 我们发现他是他的身体已经自愈了 随后白兔双手插腰 我现在正式宣布 高杨清零黄旗 你们三人通过考核 加入十二生肖组织 王子凯和胖俊仍在实习期 期待你们的表现 切大欢喜的结局 高杨也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这个古家村到底是什么情况 还有他们口中的符文回路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白兔解释 符文回路是一件很重要的战略物体 它能升级觉醒者的天赋 目前已知的符文回路有十二个 分别对应觉醒者天赋的符文准备 要知道天赋想要升到三级很简单 只需要不断使用就可以 而四级之后就要借助相应类型的 符文回路才可以升级 比如清零的天赋金属 符文类型是元素 那就需要用到元素的符文回路来升级 每一块符文回路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过它们并不是一次性的 每次使用后需要等几天才能再次使用 遗憾的是十二生肖组织并没有元素的符文回路 加上古家村的这块 一共也才出现了六块符文回路 剩余的六块符文回路还没有被发现 它出现的轨迹没有任何规律 可能藏在任何地方 反正自从第一块符文回路被发现时 觉醒者们就开始在这座城市探明 冲突和死亡也是那时候开始加剧的 高杨明白过来 自己一行人的考核任务恐怕也是冲着符文回路来的 只是他有些不明白 白兔几人明明可以轻松解决古家村事件 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几个新手借用考核的名义前来 白兔给他解释 去年吴大海发现了古家村面门惨案是出蹊跷 他们也曾进入过古家村 一切都与高杨一行人的经历一样 只不过在杀戮之夜那头发怪意识到打不过白兔几人 隐藏身形后不愿出来 他们又观察了几天 发现这里被一种诡异的力量控制着不停循环 实力太强头发怪不会露面 如文回路这种宝贝找实力弱一些的外人进来又不放心 恰巧高杨几人申请了入会考核 既是自己人实力还不算太强 必然可以引出头发怪 说到这里 白兔也不介意再告诉高杨几人一些隐秘 据他们调查 头发怪的真身就是华子一家当年嫁过来的新娘 华子的媳妇原本是一个觉醒者 却被贪寿中的寄宿者给夺赦了 成为一个拥有觉醒者去强 而灵魂又是寿的新物主 我们称他为半人 新婚之夜正是他唤醒了村子里的寿分 拾了华子一家 促使他动手的原因只有一个 华子一家全都是觉醒者 高杨当即提出疑问 如果华子一家都是觉醒者 怎么可能打不过一个半人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理论上来说 四个觉醒者是有机会打赢一个半人和村子里的寿的 所以我们推测 华子一家是还没有觉醒的普通人类 黄警官一脸的不紧 可城市里的规则是不允许受攻击还未觉醒的普通人 这个半人为什么可以打破规则 吴大海示意他们也不知道 越是了解这个世界 不合理的东西就越多 不过有意思的是 那个半人最后操控全村的寿把自己也分屎了 你可以理解为自杀 但他最后自杀失败 阴差阳错下和符文回路融合在一起 在符文回路的影响下 整个村子开始无休止地杀戮扮演 一望重来 就算是觉醒者组织 也只是以一个卑微的姿态探索这个世界 边说着 白兔拿出符文回路来到那口古井边上 这里就是连接两个世界的通道 古井村事件彻底结束 阿水记得接下来要开始刀腕四四了